謝謝 主持人 還有我們莊昌偉 李仲編偉 蔡仲編偉 還有我們的蔡 主任秘書 我們所有的現金同志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好 剛才播放 紅秀柱主席的參選記者會 的影片 大家應該看得這個 非常有感動 非常有感受 那這場記者會呢 包括我的發言人 還有呂清偉 眾常委都有一起參與 這場記者會的規劃 這場記者會呢 或許跟其他 的人陣營的記者會不一樣 因為 紅秀柱主席 對於國民黨 產生斷層的問題 非常的重視 過去有很多人提出 國民黨黨內 黨內的斷層 接班踢隊的斷層 沒有人才 但是很多人沒有提出 一個好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 紅秀柱就是從 這一場黨主席的選舉 開始透過選戰的方式 來發掘人才 讓年輕輩的 一些同事跟幹部 能夠參與這場選戰 如果所有的幹部 都參與這場選戰 年輕輩的幹部都能夠 對於整個選戰的操作 能夠有所認識 我們的2018跟2020 就會有非常大的機會 所以在這裡呢 我之前應該有其他的 我們黨內的先進同事的候選人 都有到這個地方來 我曾經在新聞媒體裡面說 雖然有六組候選人 出來參選 但是這個是代表著 國民黨未來有希望 因為大家看到希望 所以大家努力的出來 要來競選黨主席 能夠獲得勝選 同時我也都在鼓勵一些 年輕輩的一些幹部跟同志 利用這一次的黨主席的選舉 好好的來展現你的政治身手 展現你的政治智慧 未來國民黨就有更多的青年人才 剛才我們莊常委 在致死的時候啊 這邊稿子寫得非常好 非常的用心 裡面一段勾起了我的回憶 特別是他當時 李登輝先生前主席 他主張兩國論 當時洪秀柱要求他要下台 我看到現場的一些心理幹部呢 有一種掌聲 另外一個事件 他是對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時候 他算是呢提出具體證據 揭發陳水扁在海外有機密帳戶 在此之前呢都是很多人在媒體上 會聲會演阿扁有貪錢阿扁無錢 但是就沒有證據 但是我要跟各位心理同事報告 實際上這份資料啊 早就阿扁在海外的帳戶 早就傳真到立法院所有的立法委員的電腦裡面啊 辦公室 沒有人敢出來報 沒有人敢出來伸張正義 洪秀柱 他就是有這樣的個性 他一大早看到這個資料 確認在查證 陳水扁確實在海外有秘密帳戶 他在立法院裡面就召開記者會 就把這個事情爆 爆開之後 當然陳水扁的整個政治聲望 也註定他下台之後 必須要到牢獄裡面去 也註定民進黨要敗選 我說啊第一點我必須要先講 國民黨在野了 面臨到民進黨的追殺 我們需要的主席跟領導人啊 黨的領導人必須要不一樣 必須要面臨到敵人的追殺 必須要能夠非常堅定的 站出來反抗 站出來概念 從秀住他有這樣的人格特質 他對於一些強權 他對於一些不正義的 他對於受到打壓的 他反抗的力道 反抗的想法特別的強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 人家為什麼叫做小辣椒 為什麼我們今天特別帶了辣椒餅來給大家 因為他夠嗆 對民進黨他敢喊衝 我們的選舉啊 有個口號也是我們競選的主軸 這改革要挺住 不走回頭路 國民黨過去有什麼回頭路呢 就是將綱文化 剛才紅色柱的影片裡面 特別講到啊 說栽培年輕人要比綁裝重要 你看看現場的很多人都掌聲鼓勵嘛 大家對於綁裝這個事情啊 以前絕對有效 也被在野黨民進黨當時的覺得說 國民黨都是花錢來選舉 沒有錢就不會選舉 被講得一文不止 即便啊 我們出來選是自己募款的 但是你掛上國民黨的標籤 人家說你拿國民黨黨產出來選 那你就垮了 所以我們說不走回頭路啊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對於過去的這種綁裝文化 我們要把它改掉 對於過去國民黨在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曾經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他在選錢的時候啊 選舉啊 立法委員多少錢 縣市首長多少錢 五都多少錢 經費由中央抄啊 欸 候選人啊 很輕鬆 因為我不用不款 我中央的錢就下馬了 我就可以選舉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 在過去的時代 也有可能 很多的同志挺而走選 拿你那個錢來買票 所以就導致了 在整個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有非常多負面的聲音 這種做法 在目前的這個時代 是行不通的 特別 國民黨的黨產啊 也已經被民進黨查封 國民黨也很負責任的 來說 民進黨用不正義的手段 違法違憲的手段 把國民黨的財產 把它扣押 把它清算 但是我們要窮盡所有的法律程序 要把它取得一個正義 把它追回來 追回來之後 怎麼辦 我們透過十九權的黨代表大會 包括洪秀柱主席都有講 這些錢如果回來之後 我們扣除了一些黨務工作人員 的薪資跟退休金之外 全部 要把這些錢 捐給慈善機構 各位先進同事 這是 不得了的事情 你有錢 你不要 你要送出去 洪秀柱我這幾天 我帶領總大師來陪同他 在各地演講 昨天到嘉義 他講 他說今天黨主席的時候 每一個月要五千萬 新台幣 的黨工的費用 所有的費用 我曾經擔任過嘉義縣黨部的主任委員 我一個小小的嘉義縣黨部主任委員 我每一年的經費預算 我每一年的經費預算 新台幣三千萬 非常的多 一個有錢的黨主席 做起來多闊氣啊 一定會有很多的追隨者 各位 你有錢當阿哥 誰不追隨你啊 是不是 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人家願意追隨你 就是因為你有某種人格特質 你有某種領導才幹 你有某種政治的風範 國民黨一些年輕輩的包括 在內包括我們兩位年輕輩的 中常委 還有發言人 還有剛才在影片裡面所看到的 這些年輕輩的同志啊 不是為了錢而來的 大家認為國民黨在這個氛圍底下 必須要有不同風格的領導人 來帶你 我時常做一個比喻 如果黨主席的候選人 他周邊圍繞的人 你就可以知道 他未來擔任黨主席之後 黨的領導方向 跟黨的未來 這一點 我相信 希望各位我們的同志呢 也有相同類似的觀察 這只是洪秀樹 不同的狀況 我昨天在嘉義 被董主席的時候 也有媒體在訪問我 他說那你洪秀樹跟其他的陣營候選人 有什麼不同 我說啊 不完全不同 是不同的政治產品 有些人是代表著過去 有些人代表著過去國民黨的傳統 有些人 洪秀樹 他是代表國民黨 能夠新興的未來 我舉一個例子 來代表 大家都了解兩岸關係非常的重要 兩岸關係 從 彼登威的兩國論 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 兩國論呢 中共打飛彈 一邊一邊一國神水扁的時候 中共也非常大的反感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提出來啊 不同不獨不武 那你現在的狀態 當時 主張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意思就是一個中國啦 原則 那各表呢就是你是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各自表示 但是啊 各位先進同事 一中各表 我們的看法 洪秀樹的看法 我們心一輩的看法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以目前的情況 已經啊 走到了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我每次上這份節目 去的時候 很多民進黨 說 你一中各表 你在表什麼 你表來表去 你不是表中華民國 表人民共和國 那你這樣不是兩國論嗎 你跟兩國論有什麼不同呢 被笑 那你說一中各表 你表出去人家全世界都是說中國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種種的 一些辯論跟論證 我們 已經 沒有辦法 再回應 這樣的一個 一個污蔑 所以洪秀樹主張 不一樣 在這個深化九二共識 在九二共識底下 來討論 用 和平協議啊 來中止兩韓地對決 因為 我有注意到 時常我們 被民進黨的人嘲笑 說啊那你跟中國大陸 不是說和平交流了嗎 和平 和平交往了嗎 為什麼 你們國民黨執政 中國大陸的飛彈還朝向台灣呢 隨時大陸要把按鈕按下去來射台灣呢 隨時要來準備斬首行動呢 你說台灣你們國民黨在喊 一中各表 表來表去 變成 人家也不理你 還是面對中國大陸 武裝 解放的威脅 所以 我們更積極的 就是要來主張 簽訂和平協議 來中止兩韓地對關係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跟中國大陸的共產黨 好好的來談 兩岸關係 的政治安排 應該要怎麼樣來做 但是這個政治安排 要透過協議的方式來做 這個協議的方式 也必須要交由2300萬 的人來決定 如何來處理 洪秀柱心中的想法是這樣的 只要我們跟他談判 沒有時間表 慢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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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先撤飛彈 要求他來做什麼 要求他來承認中華民國 注意喔 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 這樣 叫做深化九二共識 我們叫九二共識和平政綱 這樣的做法 這樣的做法 我也在這裡也跟我們先進的同志啊 來說明喔 我曾經跟民進黨的一些台獨的論述者 討論過一些事情 他們說啊 只要啊 中國大陸 願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啊 存在的事實 台獨的勢力啊 鼓吹的力大 就會變小 這一點 這一點 是因為洪秀樹來擔任總統 擔任主席 參選總統 他有這樣的一個高度 一個想法 要來帶領台灣 來突破兩萬關係 這個事情有沒有辦法來達成呢 很多人在嘲笑 不可憐 不可憐的事情 但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洪秀樹 擔任黨主席的時候 他到 跟大陸大陸 去跟對岸的 習近平總書記 進行論壇 洪秀樹 他就有討論到 洪秀樹有當場跟他要求 說希望能夠來簽定 和平協議 習近平 沒有表示反對 在會後的聲明稿裡面 你說要來積極的研究 來積極的探討 所以 當兩岸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突破關係 準備要來 來做的時候 這是我們 洪秀樹陣營 未來接任黨主席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岸主張 這一條 是要幫 台灣 中華民國 來找出路 也會幫 海外的 一些喬社 海外的黨員 或者是海外的總支機構 來找出路 過去我們在 跟老公來對抗 過去有過去的目標 現在有現在的任務 未來 該怎麼走 都必須要有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角度 來做 這個是我說洪秀樹 跟其他的候選人 不一樣的地方 他的任何特質 確實不同 我們國民黨 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實際上啊 大家注意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候選人 突然冒出來 我剛才說話 只說了一半 因為國民黨 被看到希望 那我也必須要回答另外一半 之前國民黨沒有看到希望的時候 其他的人在哪裡呢 其他有政治分量的人在哪裡呢 這一點啊 很重要 為什麼說洪秀樹對於黨 不離不棄 現在一毛錢沒有 他也是挺進來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 大家也知道在媒體裡面 知道 當黨沒有錢的時候 他去借九千萬來嘛 當時借九千萬的時候是什麼 用他個人的本票拍出去啊 因為 他當時要去中國大陸跟習近平來會面 國內的政論媒體 包括我們在裡面也都在評論 人家都在罵 說洪秀樹去那裡 是不是要去跟共產黨借錢呢 國民黨現在 前面查封啊 是不是跟共產黨借錢 如果你回來的時候馬上有錢 跳進黃河期不簽啊 洪秀樹在那個氛圍當下 積極的奔走 兩個月啊 黨工的薪水都發不出來 他借了九千萬 這個啊 因為台灣的政治先進法 對於政治先進的上限 這個 一般的企業金款 上限上的生意一百萬 所以他沒有辦法捐 那只能用借的 洪秀樹是用自己的本票 來簽名來借 大家想像一種狀況 各位想像一種狀況 各位擔任我們這個 菲律賓總支部的幹部 這個錢這個地方都沒錢了 都沒錢了 你要去借錢 我相信啊 我們的幹部也非常負責任 這個人會去借錢來 來還錢 來抵債 但是問題你要 你太太願意嗎 你要你先生小孩同意嗎 大家借錢當寶這個事情很大的 做不出來的 洪秀樹 他敢幹這個事情 他也說啊 他說洪如果還不出來 的話 他的家裡面的財產全部被拍賣 他也還不起 我覺得 洪秀樹是在這樣的一個 危險的氛圍之中 危難之中 能夠帶領國民黨 繼續往前拆 往前邁進的一位 新時代的女性 中國的黨媒啊 說他是黨的女人 我怎麼沒有人講說 有些是黨的男人 黨的女人就是什麼 什麼意思 黨罪在困難的時候 對家 不離不棄 都沒錢了 他也努力的去張我 家裡面的男人都不管了 他也努力去奔走 這就是洪秀樹 在這裡呢 希望我在這裡講一些洪秀樹的 一些個人的人格特質 跟一些小故事 希望能夠大家 能夠多認識 洪秀樹 他的證件 在很多的新聞媒體 包括我們的短片裡面 都已經介紹 那等一下如果有很多的 一些Q&A 我們也非常樂意的 來跟大家答覆 那我們這邊還有兩位 年輕輩的我們的發言人 跟我們的中常委 我們也都給他一些時間呢 來跟大家來交流交流 是不是我們接下來 給我們的中常委來主持 謝謝